大家好,我是罗宾大叔,今天是2024年4月22日,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。 今天不讲关于签证的话题,想要吐槽一篇文章,就是在网络上传播的比较火的叫《我妻之死》。 主要就是关于一家五口,两夫妻三个小孩的家庭,在加拿大想要通过留学的方式移民。 然后那位妻子就是因为罹患癌症,在几个月之内就过世了。 看了这篇文章,一开始却是看得挺感动,也挺悲伤的,觉得这个家庭这么的努力,这么的优秀,却遭逢大难,因为这个癌症导致家庭里的顶梁柱。 这位妻子就过世了,看得非常的伤感,觉得真的是要关注自己的健康,自己的健康没有的话,无论是怎么的努力,无论是怎么的优秀,都是零。 博看着看着我就觉得这话风有点不对,虽然这位作者,也就是这位先生极力掩饰呢,但我仍然看出来,他的妻子其实并不是因为所谓的什么基因突变,或者加拿大的医疗体系有巨大的问题,导致过世。 他罹患癌症最重要的原因,在我看来呢,就是活活累死的。 这位妻子呢,叫他张女士吧,他是一个很优秀的人啊,雅思考到了9分,托福呢,考到接近满分啊,在美国的某著名大学,作为成绩全优的毕业生毕业了。 他是在美国也拿到了H1B的工签啊,他是在美国也拿到了H1B的工签啊,也就是说呢,是有资格在美国通过工作拿到美国绿卡的。 但是因为思念国内的老公和两个孩子,两个女儿呢,就放弃了H1B的身份,回到了上海团聚啊。 但是后来呢,又因为要生三胎,违反了先生在体制内的一个政策啊,所以不得不跑到加拿大去生下这个孩子,又因为觉得加拿大挺好的,又决定去移民加拿大啊。 这里已经看出啊,这位妻子啊,真的是非常的优秀,成绩又好,又有工作能力啊,在美国也有公司,愿意雇佣他。 回到中国以后啊,又去加拿大生孩子,然后呢,又考上了加拿大那边的高校,然后带着全家啊,一家五口跑到加拿大去那边,想通过留学的方式拿到身份啊。 可以说这个能力是非常强的,精力也非常强,也很能折腾啊,真的说是人中龙凤也不为过。 那为什么说他是活活累死的呢?就前面这一段啊,大家已经可以看出来这个压力有多大,他是一个人在加拿大留学,然后带着全家,带着老公,带着三个孩子留在加拿大的,全家所有人的身份都是挂在他身上的啊。 他先生只是一个陪读签,甚至都没有申请过这个配偶的开放工签,孩子的学习,孩子的这个免费的学习呢,也是要靠他的学业来延续的啊。 可以说他就是全村的希望,然后呢,因为加拿大这边的学业啊,不是很顺利啊。 导师说要改什么实验数据,导致了延期毕业,然后这个身份就迟迟没办法啊,转成这个绿卡身份。 然后呢,他平常在生活当中也是闲不住啊,也要在家里,应该是house里面,整理草坪,然后种黄瓜,种番茄,种生菜,给孩子呢还要种草莓啊,还要再抽出时间来,每周要在家里的地下室啊,上六个小时的这个补习课。 等于是忙到,在我看来,如果是我的话,我肯定是忙不过来这么多事情的啊,一方面要读书,有着比较大的学业压力,一方面还有三个孩子要关心,然后呢,还要去种菜,种水果,然后呢,还要去兼职啊,然后还看到一些啊,因为身体不舒服去急诊的前几天,还陪着先生往地下室抬很重的家具。 这简直就是,在我看来真的就是一个超人了,甚至超人都不一定遭得住这么繁重的事件啊,这么繁重的家务以及工作的压力啊,再加上这位老公呢,他只是陪读谦是没有工作的资格的,他也不能工作,据他所说呢,他要带三个孩子啊,家里老人看样子也是完全帮不上忙,没有一个老人到加拿大帮忙带带孩子啊,做做家务啊, 我猜测呢,可能家里老人就是在小城市啊,或者有可能是在农村的,完全提供不了经济方面的,或者家务方面的,或者情感方面的支持,就是靠着这位妻子一个人在加拿大拼搏啊,那如果他不患这个癌症啊,如果这个生活的轨道继续按着这个走下去呢,他会继续燃烧自己啊,就算他顺利的毕业以后拿到了毕业工签,还要找工作,找到工作以后要保持这个工作, 然后通过工作的方式再去拿加拿大绿卡,给全家拿绿卡,那还要去照顾孩子啊,继续给孩子种菜种水果,可以想象他们的经济压力是非常大的,老公又没有什么收入啊,赔多欠也没法工作,没有收入的,那这个状态我估计至少要保持个五到十年吧,等到全家全都有身份了,然后孩子差不多也都大了,差不多能松一口气啊,那这种人我觉得真的是万中无一的,有这样的身体条件折腾能力啊, 这个工作能力,学习能力,有这样的人万中无一的,真的是在燃烧自己,把自己本来就是说完全不会出问题的这个身体,生生的折腾出了这个癌症啊,我是非常想吐槽一下,这位妻子是非常非常不爱惜自己的身体,把自己当着铁人在用,这位老公呢,我只能说一句啊,叫百无一用是书生啊,除了在那边发小作文,获取大家的同情,收一点打赏,其他啥都不会干啊,你会挣钱吗,你也不会挣,那你带孩子吧,你还要让 你老婆在那边种菜种水果啊,还要搬家具,逗孩子开心之类的,那你到底在干嘛呢,对吧,你提供了这个情绪价值了吗,你这个把孩子照顾好了吗,你有没有挣钱,你家里有没有提供经济帮助呢,啥都没有,只会怪别人,怪妻子,不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啊,怪加拿大的医疗体系,反应太慢,不肯给你们额外提供一个, 还没有在加拿大批准的特效药,怪没有在临终最后的时候给予你们最后的支持,那你到底在干嘛呢,你除了发小作文,你除了卖残以外,到底你在干嘛呢,我实在是没有看出来这位啊,到底有做任何有帮助的事情,所以呢,这位妻子啊,真的我觉得很不值,本来是一个极度优秀的人,本来拿到美国绿卡都不是太难的一件事情, 因为孩子,因为家庭啊,回归家庭,放弃美国身份,又因为家庭来到加拿大打拼,为了家庭这个燃烧自己,从而导致啊,香消玉养了,罹患癌症很快就过世了,那折腾到现在到底是为了谁呢,到底为谁奔忙呢,有没有顾上自己呢,这个实在是让人唏嘘啊,让人唏嘘,让人感叹,所以呢,我觉得啊,所有的人,无论是谁,先关注自己,你只有关注好了自己,才有精力,才有这个能力去管理, 关注家人,无论是老公还是孩子,关注的这个重点,都是要在自己之后的,你顾好自己才能关注家人,你自己都管不住,那家人孩子,你怎么去管呢,甚至有可能你又反过来成为家人孩子的负担啊,所以不是去指责这位妻子,我觉得这位妻子是非常非常伟大,非常有能力的一个人,我对于他是非常敬重,非常尊重的,但是身体健康就是那个一,无论你要做任何事情啊,我们要申请签证也好, 移民也好啊,很多这个中产家庭都是希望移民加拿大的,但是前路漫漫啊,真的是需要两个人互相合作,互相支持,才能拿到这个身份在加拿大站稳脚跟的,申请美国签证去美国,也是一样的,不要就是一个人在那边拼命冲,一个人就是一个负担,一个脱油品啊,尤其是孩子多的家庭呢,压力更是大的吓人啊,老人呢,能够提供支持,能够提供经济支持的, 又提供经济支持,提供不了的,至少不要拖后腿啊,至少提供一些情绪方面的,或者帮忙带带孩子做个家务之类的啊,否则呢,真的是人是经不起燃烧的,人是也经不起这样耗的,顾好自己吧。 这期节目可能不太受欢迎吧,但是不吐不快吧,那反正如果有需要申请美国签证或者加拿大签证,添加罗宾纳书的微信或者电报吧,那今天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,我们下期再聊。